Hello,大家好,我是张姐 随着5G网络的到来 4G手机在市场上的位置夜发的尴尬 特别是9月份快来了 苹果12块发布了 苹果手机的第一代5G手机也要发布了 4G版的手机也不得不降价来保持销量 连热搜排行第五的苹果11 目前的价格也低至4000多 iPhone 11 Pro Max 256G也低至7000块 如果是你,你会怎么选择呢? 欢迎小伙伴发表意见、评论 喜欢我的小伙伴,请你关注